我公司成立是2017年成立的 因為我之前也是一般的上班族 然後下班之後就是會接一些案子 自己在家裡有關上話 然後時間久了 就累計的案子跟客戶有點開始多了 然後時間就會變得比較需要更多 然後更彈性 但是上班的時間是通常都是固定的 就是早上晚上到下午 晚上時間固定 那客戶他有時候是需要下午去跟他們開會討論什麼的 所以我就想說那不然就是出來成立一間公司 然後這樣時間會比較多 比較彈性可以服務客戶 困難就是我覺得最大的問題還是客員的穩定度 對啊 因為不穩定就是代表收入不穩定 這應該是最大的 不管是SOHO或者是開公司都是一樣的問題 目前主力是產品設計 然後也會接平面設計 那是第二個的 主力以產品設計為主 然後從概念設計到模型階段都可以 就是客戶可能有 有些客戶他是一開始就知道明確知道他想要什麼 他只是需要一個外觀或什麼 但是有些客戶是他有一個想法 但是他還沒有確定那個想法怎麼落實 或者是更明確的進一步的概念這樣子 應該就是得獎的那一個 那個同餐劇的那一個 那個他時間蠻長的 我記得他們 他們一開始 他們在他們的公司內部就已經討論過這個 這個產品項目 然後 他們好像花了兩三年的時間吧 在討論這個東西 然後在我接手的時候又花了 將近一年的時間 從他們的想法 然後經過畫一次之後 然後又開始調整 然後再到他們 他們要量產前的模具評估 然後又回頭又調整了一次 然後才 他們現在才 比較順利的量產 但是實際量產之後 又有一些問題在反饋 滿好玩的 就是 兒童餐具 就是平常生活在用的 我覺得生活用品 比3C類的更貼近人一點 所以 實際在設計起來會覺得蠻好玩的 主要 生活用品蠻多的 然後 再來是3C類的用品 就是行動電源 或者是 之前做的那些故事機 還有機器人那個 都算了 設計 設計 其實本身就是一個 我覺得是 解決問題的過程 所以它當然重要 因為你不管任何產品出來 從概念到產品 這中間出現的問題很多 這全部都算 我覺得都算在設計內 對啊 所以 當然重要 因為它就是要來解決你所有產生的問題 要我說的話 我會覺得應該在故事性 就是 你的產品 產品的 不論是外觀好了 或者是它的功能 因為很多人 我覺得 應該是大部分 絕大部分的人 都是 不太會被你的 理心 或者是 道理 說服 但是 他們很容易就是被你的故事吸引到 所以我覺得 設計 如果要提升一個產品的價值 的話應該是它的故事性 好的設計 使用的人 好使用的才是好設計 我覺得是看東西 因為有些東西 你就是需要一個外觀 因為它的功能 不是那麼的突出 或者是特別 那你就需要一個外觀來突顯它 那有些產品是 它本身的功能就已經很好 或者是它強調在你的使用 你的人機介面之類的 你就不需要再花 多餘花俏的外觀去掩蓋它 原本該有的特色 對 掛上設計之後 價格被標高這件事 以前我有注意到 也有跟朋友在討論過 這件事 我覺得 有點奇怪 但是 你說它奇怪也不能 不完全是 因為實際上有 你看 路邊攤隨便找到的一個東西 功能它是一樣的 有設計跟沒設計 你一看就知道 但是 從沒有設計跟有設計的差別 一定花了時間 你一個人力 你可能覺得這個設計看起來不怎麼樣 但是它實際上它考慮很多 真的好的設計是你完全不察覺到它有一個為你在做什麼 但是實際上你用起來就是很好用 它還是真的好設計 所以你說它貴 它其實也花了滿多心力的 所以我覺得還算可以吧 我覺得從概念開始就需要有設計的人一起參與了 因為你 如果已經確定了功能面 又確定了裡面的機構建設 就會像之前我做過的一些 就是你在丟回來的時候 我已經被你限制這個大小 這個功能 這個樣式幾乎都快被你定型了 我只是用一個東西去包裝它 那可能就會少掉 就是使用者在使用上的一些互動可能會少掉 你就會變成比較偏向功能 強調在功能裡面的東西 那如果又要回頭修改你的 假設我畫完圖之後 結果你的東西不能用 那我又要回頭去調整你的機構 通常是不太會被接受 工程端的人都會不太願意接受這種事 所以最好是在一開始開發的時候 就會有一些設計人參與 那在事實的情況下 大家可以了解這個樣子 可能在之後設計的時候 會出現那些問題 原本製造基地可能也是類似這種概念 就是我做 我原本一個產品出來 要出來 中間一定分很多段 那我可能負責我最專長的這一段 其他的我只要找合作夥伴一起合作 把這個產品做好 這樣就好 我現在服務團裡 如果你們有一些產品設計上的需求的話 歡迎來服務團找我